社会的本质是竞争,这个社会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运行的,这期内容涉及敏感内容,看到的都是缘分。 人类发展了几千年,从本质上讲社会的核心活动依然是原始的世界动物彼此竞争弱肉强食。 所以我们今天,餐桌上的牛羊鸡猪肉等等的供人类使用,根本性原理就是弱肉强食。 弱肉强食,大家习以为常对待牲畜毫无仁慈善良,而对人就提倡,爱心仁慈公平正义。 所以才有假道德一说,道德变成统治者驾驭百姓的武器。 如果你想在现实世界里获得成功,获得大量财富和地位,你首先要做的,是要弄清社会的本质,只有看清本质才能让你获得成功。 这个社会由于资源是有限,每个人都掌握一部分资源,有些人掌握的资源多,有些人掌握的资源少。 而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你尽可能多地抢夺别人的资源,同时防止你的资源被人抢夺。 而你每天生活都需要消耗资源,所以你不能逃避竞争,你必须加入这个竞争游戏。 因此,做任何事情的本质不是事情本身,而是通过做这件事来抢夺别人的资源。 抢夺别人的资源,有非法的方式,比如战争,例如中美国现在要打贸易战,也有合法的方式,比如商业交换。 比如殖民战争国与国之间一般都是通过合法和非法共同抢夺弱国,人与人之间也有许多手法掠夺,包括非法跟合法手段。 社会上高能者用政治、法律、经济、力道德等掠夺弱是族群的资源当然处于弱势。 例如战乱时代人与人之间,弱者的生命就会被强者抢夺,有的变成奴隶,有的被当食物吃掉,可以参考中国之人历史。 因此当你做一件事情越不慎,越多挫折,那么价值就越大。 因为别人同样会被这个门槛给绊倒,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被争夺的对象。 美女金钱、资本、资源、土地等等。 例如古代各国军王发动战争是为了争夺土地,农民为了灌溉庄稼而争夺水源。 现代的战争是为了争夥科技成果、科学家芯片。 使用矿产稀土交通枢纽等等强化国家的霸权力量,处处存在着竞争,竞争的原因是狼独肉少。 争夺的源头是有限的资源,对我们而言争夺就发生在身边。 蛋糕的总量就是那么多,分你多一些,我就少一些。 何况是有无数人在分蛋糕? 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才是常态。 如果你是一个从底层拼杀出来的人,相信对这一点感受有为深刻。 上学期间努力拼搏,为的是重点学校。 重点的名目是稀缺的。 以抢占一个,相应的另一个人就被击下去。 名校毕业学长占领社会中高层地位,拥有更多机会与资源大企业,好的职缺只留给名校学生。 长大以后,步入这个社会,发现一个普通的工作也会逆卷严重。 多少人在一起竞争,好的岗位,竞争更是惨烈,不存在拱手相让。 也有的人相信了书本拿的一套,有着优良品质,一辈子不争不强。 哭哈哈地过了一生,真是被成功洗脑了。 一个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人生来就含着金汤匙,他能够从上一代那里获取到更多的物质基础和经验教训,使其积累更多财富的过程变得容易。 反之,一个出生就贫寒的人,自己既没有赚钱的经验,又没人给他们什么正确的人生知道。 更别提还背负着贫穷的诅咒,在不争不强,互相礼让,知足常断,真是想把贫穷实习下去。 这是典型的若是思想,若是文化。 你不竞争只会不停被当沙包挨打,因为你对别人仁慈爱心但别人当你是竞争的敌人。 欺骗攻击毫不手软,这也是既得利益者最想要的容易控制,不威胁他的利益。 从小教育我们乖乖顺从礼让的长者,为了利益常常互相抢夺,基本上古代没有一个统治者不杀人,然后教育我们仁慈因为是要对他们仁慈但他们屠杀百姓时一点都不仁慈。 即便逃离了人类社会,距深山老林里隐居,依然还要与大自然的生物去竞争,争夺生存权。 所有人都在参与竞争,以维持目前的层次,或到达更高的层次。 一旦认清了竞争这个概念,你就悟透真理了解社会的黑暗的本质。 做每件事都以获取资源为目标,你的时间会更有价值,你的收入也会跟着提升。 时刻都想方设法获得更多资源的人,最终会从量变形成质变,突破自己的人生上线,达到人生的另一个层次。 还不懂竞争的人,或对竞争嗤之以鼻的人,最后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只能常态一生,一辈子活成了这个鸟羊。 在这个社会,竞争只有获胜者和失败者,没有旁观者。 面对现实接受挑战改变从今天起,关注我,和你分享赚钱与乘党干货。